天煞孤星 相傳為世間兩大絕命之一 犯孤塵寡宿之人 自身雖毫無異樣 卻能嚴禍身策 周遭之人唯恐避之不及 賢有貴者相助無礙 卻免不了災結禪身 遍體於傷 使其內心更添自責憤悶 不得寧日 故命中孤鸾者 運途多船 紅顏樹姬 還不錯 您二位也來了 真是不勝感激呀 好 你也來了啊 好 是吧 誰放你進來的 我廢毀老爺 扒了他的皮 長嬤嬤 拜託你 我就是來恭喜玉若姐姐的 我繡了一個荷包 想送給她 去一路 你就是個災心 趕緊走吧 誰要真上你啊 上到大沒的 還敢來送東西 滾滾滾滾 不是我 滾滾滾 Michael 快滾滾滾 快滾滾 快滾滾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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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露姐姐 萨纜 姚环 自忠烈子一战 你已昏迷长长百日 我答应你 就算寻遍这世间所有其防 也一定会治好你 我还等你跟我一起 游湖赏月 踏雪寻梅 当时这院子里都是宾客 一个弱女子 是怎么做到一连杀了四个人 还不尽多任何人呢 丫鬟离门口最近 可能是一进门就被杀了 长老爷和长夫人死在喜台前 或许是同时遇害 长公子死在自己的床上 应该是最后遇害 你还敢回来 你们说的这是什么事 住手 你们干吗呢 大人 就是这个女人 她害死了我们姥爷一家呀 你赶紧把她抓走 把她抓走啊 大人 凌亥处死 你说她害死了长老爷一家 可有证据 大人 她就是个灾心 不管是谁 只要和她沾上 那就是不得好死啊 我们家少奶奶好心 可怜这个灾心 结果却被她渴死了 还害死了老爷一家 不许可怜这些人 不许可怜这些人 你别哭了 再一次 快点 滚 你再敢回来 快点 不要再回来 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弱女子 眼中还有王法吗 大人 我认罪 是我杀了长老爷一家 可毒瑜若无关 你抓了我吧 屁 大人就送到这儿吧 大人就送到这儿吧 我是个灾心 没有人敢靠近我家 本官负责调查长家血案 既然你说自己是凶手 本官自然会调查清楚 至于什么灾心 本官从不相信鬼神之说 即便真有 本官行得正 做得端 没什么可怕的 狄大人 谢谢 他是小黑 小黑 你养的 跟我们家小白倒是一对 只有他肯陪我作伴 自幼我就不知道双青是谁 后来流落到此 被养父母收留 可不像一场瘟疫 让他们也离我而去 这个江鹤生 他是个大夫 两年前我们在街市相识 后来他不顾家里反对 一定要娶我 结果 上山采药的时候 摔下了悬崖 大人 你现在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了吧 我真的是个灾心 真的是我克死了玉弱姐姐 婚宴之上 所有的宾客都目睹了 杜玉弱手持凶器 自尽而亡 可玉弱姐姐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 他对长家少爷一往情深 他怎么可能会杀了他呢 一定是我 就因为他可怜我 偷偷来照顾我 所以才会遭此恨祸啊 蒂大人 我求求你带我回大理寺吧 我愿意承担这一切罪责 我不想看见玉弱姐姐死了 还要背负这杀人犯的罪名 姑娘请起 你若真为杜玉弱着想 就不要提什么灾心不灾心的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若她真的没有杀人 我一定会查出真相 还她公道 谢谢大人 死者胸口伤痕和胸气吻合 死者身上没有发现搏斗过的痕迹 死者体内没有中毒的迹象 死者体内没有中毒的迹象 小白 查到什么了吗 是闹阳花 什么花 闹阳花 此花主治风湿风寒 但提取浓缩后跟酒一起服用 可治人麻痹 失去知觉 那不就是蒙汗药吗 没错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 为何杜玉弱一个人 可以杀掉他们四个 那是因为事先 为他们喝下了蒙汗药 你真的确定 这四个人 是杜玉弱杀的吗 这四个人啊 死于同一把凶器 也就是杜玉弱自杀这把 而且这命伤口 不是一下扎进去 是反复扎了好几次 所以 很有可能是凶手 他没有力气 没有力气 现场 除了这五个人之外 没有发现 其他任何人的痕迹 也就是说 最大的嫌疑 凶手很有可能 就是杜玉弱 没错 可是 为什么呢 他与常公子两情相悦 杜长两家 关系也互好 自己期盼好久的大喜之日 洛子桑说 杜玉弱临死前 最后一句话是 不是我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知道 我是个武座 只负责验尸 查案 那是你的事 哦 对了 你上次从北京 带回来的摇光草 我已经入了药 拿回去给你的谢姑娘 试一下 说不定有用呢 天气转凉了 我给你换了一床 厚的被子 我给你换了 也不知道 你睡得可否舒服 这个药 是小白新配的药方 他说这次一定管用 如果你再不醒来的话 我就去拆了他的招牌 我给你把他们判了 我给你 我给你 那是 呀 可以 我可以 我给你 我可以 我可以 cadeau 致命伤在烟喉住 一刀割断了 身上至少还有十余处刀伤 刀刀剑膀 杰大人 是我吗 是我杀了吴达清吗 一定是我 一定是我干的 怎么 怎么会是呀 姑娘怕是受惊了 来 这是定神丹 吃了吧 可行 我 您的心儿杀了 这男人 还不认识 我 那是洛姑娘 究竟是谁 你是说 你梦见自己杀了吴大庆 我 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个梦 我真的不知道 蒂大人 你还是把我关起来吧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 有人因为我而死了 洛姑娘 这些人的死 是否与你有关 还未可知 一定是我 你不知道那个时候 那种感觉 是那么的真实 洛姑娘 你怎么了 小白 她有心计之症 怎么样 她病得不轻 应该是自幼落下的顽疾 能活这么多年 也确实不容易 都怪我龙莽 本想给她一颗混元丹 看下她有没有内力 却没想到 害她发病 这么看来 吴大庆 不可能死在她的手上 吴大庆体内没有盲含药 是被人活活砍死的 她又是常家的护院 是个练家子 就算骆子桑没有心机之症 也不是她的对手 而且她的伤口刀刀剑骨 以骆子桑的身体 很难办到 谁呀 干什么的 大人 大人 有人擅闯大理寺 你看着她 我出去看看 你醒了 你醒了 住手 换着 龙奶奶的鞭子都敢抓 你醒了 阿爹 你不是她的对手 她给你留着面子的 在下霍官 秦文阁下遵姓达明 原来是天下第一剑宗 霍庄主 幸会 在下大理寺少卿敌人节 原来是狄大人 大理寺少卿有什么了不起 赶快把杀我常叔叔 全家的凶手交出来 清儿 黎大人 长远山是我杰义兄弟 听闻他全家惨死 此次前来 就是想向你讨个人情 恳请狄大人 把凶手交给我 我要血迹 我兄弟一家 此案 正在调查 尚无定位 你少骗人 我都听长嬷嬷说了 就是那个灾心 杀死了我叔父全家 你赶紧把人给我交出来 刚才说过 此案尚无定位 更何况 就算抓到真凶 该如何处置 那也是大理寺的事 看来狄大人 是不想给我霍摸这个面子 好 那我就要看看 你能保住那个灾心到什么时候 走 狄人节断案 不会放过一个恶人 但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你心中的疑惑 他一定可以为您解开 你放心好 阿爹 咱就这么算了 小小的大理寺 你还怕他不成 这是天子脚下 不是咱霍家庄 清儿 你再去长家一趟 看你长叔死的当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记住 一切细节都不能放过 我 按我说的办 是 狄大人 你真的不怕吗 怕什么 只要你自己问幸无愧 又何必在乎别人说什么呢 你 紫桑 师父 师父 看叶公子的年纪 比洛姑娘 也大不了几岁 怎么 做人师父 还要看你年纪 我不是那个意思 本文叶公子 与洛姑娘 是怎么相识的 跟你无关 我不管你接近紫桑 是什么目的 朕早离她远一点 你是想说 洛姑娘是天降灾星 谁要是靠近的 就没有好的下场 对吗 这个对我没用 你不信 你信 那你为何还在此 十年前 我在山中遇见恶得 奄奄一息的紫桑 那个时候 我就给她算过一挂 她当然并非是什么灾星 但的确 是天煞无心之明 命中注定 无亲无有 她身边的人 都会离她而去 你不怕 我乃三齐天降之明 与她相生相克 恰好可以化解凶险 所以我才受她为徒 世上还有这么强的事啊 人的命数 原本就是注定的 你不信也无妨 反正我也不在乎你的死活 我只是不想 紫桑再伤心 紫桑性情单纯 只要别人对她好一点 她就能及一辈子 每当有人离她而去 她就伤心一次 师父 狄大人 你们吃什么面 狄大人说 她还有事 是啊 这就要走啊 对吧 狄大人 看来只有下次 再领教洛姑娘的厨艺了 告辞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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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休息吧 是 是 阿爹 我都已经问清楚了 是 怎么样 我已用银针帮她疏通经脉 再配上你找的幺光草 我相信谢姑娘一定会醒过来的 我说你都盯着这东西一晚上了 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我还没弄清楚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 两起命案现场的痕迹 都跟她有关系 要不这样 明日我们去鬼市问一问 说不定 能找到什么线索 鬼市 把这些线索出去了 咳 不过 就没有接吻 脱异 如果 怎么能在哭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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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打的时候 怎么不见留手啊 他也没有恶意 只是他也在意一个人罢了 他也在意一个人罢了 哎 你知道他是谁啊 清儿 他们亲眼看见了 那个杜于若 发狂杀人 那倒没有 不过除了他 还能有谁 再说了 人若不是他杀的 他又何必畏罪自杀呢 对了 爹 我还听说 这杜于若素来温顺 如今突然发狂杀人 肯定又是那个灾心害的 是 师父去哪儿了呀 怎么还不回来 小黑 你说 这世上 怎么会有像敌人节那样的人 他说他不怕我 他是真的不怕我 他还说 让我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他还在那么多人面前替我说话 这就是鬼市 还当真连个鬼都没有 鬼市呢 是长安东西两世之外 专供那些见不得光的人 做金钱交易和交换消息的地方 既然见不得光 哪那么容易让你找到 我们一起的 记得还我啊 都道歉 走 你 走 就是 çao 对 娘 长大 应该能不能够 尽管 这里 不用 鬼师还挺热闹 这长安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这个呀 就是大摩仇家 只要给租了银鸭 天王老子他们都敢杀 走吧 这卖什么呢 臭豆腐啊 哪来的混账小子啊 硬敢说老子的国色天香汤 是臭豆腐 就让他尝尝他的厉害 国色天香 是 要老 要老 我说要老 你这都看了半天了 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呀 知道又如何呀 不知道又怎样啊 此事事关人命 还请老人家自教 别人呢 管我什么事 老人家 你也算是大夫 所谓医者人心 慢着 我虽然是大夫不错 但是我从来不宜活着 我只是研究 让人死得如何开心快乐 哎 哎 哈哈 三十年前 你被仇家追杀 苍门曾经庇护过你 这份人情 你该还了吧 你是苍门什么人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倘若你今天帮了我们 苍门对你的恩情 也算有个了结了 这个呢 是阴山天丝 只有雪残土的丝 才能支支而成 雪残呢 生长在阴山 长安 是见不着了 那有什么办法 能找到支天残丝的人 你们再来看看这根天丝 这根天丝里面呢 有个十字 天丝不亦枝 整个长安 只有 九尺翁有这门手艺 里面那个十字 就是他独有的标志 他在脑中 就在鬼市啊 好了好了 我说的够短 你们自己找吧 你说这个九尺翁啊 明明是九根手指 必要做个十字印记 人就是这样 越是缺什么 越是在意什么 九尺翁 九尺翁 喂 喂 这个 是不是你知道 他 他杀人 喂 喂 来 站住 你耍他过来 你耍他过来 你干啥 看来 九指翁就是用这个东西 吐出来的丝 制成的天丝 可他为什么说 是雪残杀的人呢 他说的是 有人用雪残吐出的天丝 杀了人 只可惜 还没来得及说那个人是谁 对了 那个杀手啊 会不会和上次夜叹大理寺的黑衣人 是同一个人 我虽然没有和他交手 但是 从身形上来判断 并不是同一个人 而且奇怪的是 我一路追到大理寺附近之后 人就不见了 看来这个人 对承安的地形很熟悉 如果我没有猜错 上次 夜袭大理寺的那个人 应该就是夜郎 他无非是想知道我的底细 怕我伤害骆子桑而已 不过 今天这个人 可是我们刚说去滚尸 这个人就去杀九指翁灭口 不会只是巧合吧 看来 我们真的还是要去探一探 夜郎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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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狄大人 这棵树倒是挺吉特的 这桑叶我还真没见过 这棵桑树是师父种的 原本长在阴山林 本不适合长安气候 可没想到却被我养活了 因此啊 师父还夸我呢 对不起 洛姑娘 我突然想起还有些事 我先告辞了 昨晚的黑衣人来找一具尸体 究竟是何意图 百辉 弹中 命门 有出血点 小白 我找到了 我也找到了 天寺的出处弄清楚了 杜玉若尸体的疑点也找到了 可是 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呢 还有就是啊 这个夜探大理寺的人 杀九指崩的人 和对杜玉若尸体图谋不轨的人 究竟是三个人 还是两个人 还是一个人 既然前两者还没有头绪 那不如 就从这个开始查击 你有办法了 关心自乱 如今能让他乱了方寸的 恐怕只有一个人 洛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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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狄大人哪 是门当户队 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你把门打开 什么事都好商量啊 洛姑娘 你看 你年纪也不小了 狄大人也是真心求取 你要是有什么要求啊 也得说出来 你别的才可以啊 他杀人了 他杀人了 杀人了 敌日杰 你想干什么 洛姑娘 我是真心想娶你 我知道 你怕连累我 可我也说过 我不怕 就算你是天煞孤星 可我敌人节的命 硬得很 说不定 我们还是天作之和呢 你给我闭嘴 就算你是他师父 也阻止不了我 骆子桑 我取定了 你只是找死 师父 师父 骆姑娘 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什么天煞孤星 天降灾星 我不在乎 骆子 骆大人 你还是先回去吧 骆姑娘 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认为 Underwater 你再会来 你再会回来 我oléper 你再会去 便宜 我 我 我 好 不是夜宝 妖环 妖环 是我 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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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妖环一样 是啊 不过谢姑娘气息平稳 看来内伤已经是大好了 只是为何一直昏迷不朽 我也不得而知 这到底是什么妖术 你到底对妖环做了什么 我以为你会先问我 为什么要杀害常家那么多人 原来你也只关心自己的女人而已 你说不说 既然落在了你的手里 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不过我不亏 我有谢妖环给我陪葬 到底怎么样 你才会救妖环 你才会救妖环 放我走 等我带着子三安全离开 谢妖环 自会安然无恙 你杀了那么多人 都是为了落子丧 别想拿子丧威胁我 我不是你 我也不是你 不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你到底用什么手法 控制了杜环若 让她杀了常家四口 就像控制姚环一样 只要你放我走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会告诉你 就像 那你就等着给谢妖环送终吧 我就不信 我查不出来 黎大人 洛姑娘 我刚刚去看过谢姑娘了 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师父 为什么会伤害她 与你有关 你不必自责 那位谢姑娘 我听孟大人说 你 你们 她是我的新圣人 洛姑娘 我这么做 只是想惊怒夜冷 如果让你有所误会 我向你赔罪 狄大人言重了 我 我没有当真的 再说 怎么会有人喜欢 像我这样的人呢 洛姑娘 我没事 真的 我 我想见见我师父 洛姑娘 有一件事情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 是关于杜玉珠的死 走 怎么 狄大人改变主意了 师父 你来说什么 师父 是你 害死了裕若姐姐 是你 让他亲手杀死了自己最心爱的人 敌人家都告诉你了 我不信 谁说我也不信 我要听你亲口告诉我 是还是不是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伤害他 因为他居然劝你嫁人 还要帮你找婆家 十年了 紫桑 你怎么还不明白 你和我才是天生一对 只有我能陪在你的身边 除了我 我不需要任何人 无论是谁 只要想把你从我身边带走 都得死 师父 别再叫我师父 我根本不想做你的师父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杜玉若 长家四可 吴大庆 甚至是两年前的江鹤生 都是你杀的 对吗 谁让他这么不知后歹 就像你一样 你 紫桑 你已经是天墙灾星了 为什么那些人还不怕 你说什么呢 是我告诉所有人 你是灾星 是我让你身边除了我以外 没有人敢靠近 我只想和你两个人轻轻轻轻地在一起 为什么那些人总是要来打扰我们 疯了 你疯了 那谢姑娘呢 你为什么要伤害她 都是因为她 你面对那个姓谢的以往情深 却还要来招惹你 那天我在窗外 听到你们要去鬼市 后来我去而复返 却发现那个姓谢的 居然醒了 于是我就趁机控制了她 让她替我去杀九指望灭口 那天那个杀手 就是摇环 没想到吧 你一直盼着她早点醒来 现在却落到我的手里 师父 求求你了 你放过谢姑娘吧 你不能一错再错了 子桑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 师父 要是谢姑娘有个三朝两短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你果真喜欢上她了 为了她 连她喜欢的女人你都要救 师父 你们走吧 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好 既然那些人都是因为我而死 那我现在 就把我这条命赔给他们 布姑娘 子桑 师父 我最后才问你一次 你可不肯放过谢姑娘 是天丝顶旋 那是我家传无辜 用三根天丝打入人体百慧 弹中命门三愁大雪 从而封死她的周身雪道 可让人全身麻痹 只能任凭天司控制 好阴毒的悟空 怎么解 无解 无解 为何无解 我真的解不了 我只学会了定血 还没来得及学解学 我阿爹就死了 要是我死了 血腰还这辈子 都不会再醒过来 我去鬼市找妖龙 看能否有钱 你留下 照顾好妖环 路上相信 天司定学 我还真听说过 传说是齐山派的独门舞 还命吗 要是被天司定住学命的人啊 他的脑袋虽然很清醒 但是他的身体却不是够整 就好像那个新娘杀死新郎的时候 其实他的脑袋是很清醒的 但是他的动作却不是控制的 想想都很惨哪 这真是人间悲剧啊 还是我的人间百味汤好了 简直是人间最快乐的死吧 都有解学之法 有啊 当然有啊 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 齐山派的独门武功 怎么会交给我一个外人呢 不过你放心 我可以免费送你一碗 人间百味汤 你拿回去给你的小情人服下 让他快乐得死去 你 你不领钱就算了 就当我没说啊 你知道齐山派在哪儿吗 齐妙山 你不会要去找他吗 我可告诉你 趁早死了这条心 齐山派呢行踪诡异 行为古怪 就算你去 你未必能找到人家 就算你找到人家了 人家也未必能帮你 你别把自己的小命 换命吧 我还没说完呢 换命吧 都是这情折腾的 问世间情为何物 真叫人生死相许啊 驾 驾 你怎么在这儿 狄大人 我想跟你一块儿去救谢姑娘 洛姑娘 我知道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 但这一切皆因为我而起 我不想什么都不做 先说好 一切都得听我的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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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 驾 驾 驾 救命 救命 怎么了 我没事 来 休息一下吧 来 骆姑娘 你想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明明没有来过这儿 可我这心里却特别难过 这至少有上百条人命 谁看了都不会心安的 如果说 这些是齐山派的人 那我们岂不是 这些人看上去 最少有死了十几年了 我们算是白跑了一趟 看上面 看上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 骆姑娘 上面有个山洞 走 骆姑娘 你要是害怕的话 在这儿等我 我跟你一块儿去 好 骆子 走 走 走 这是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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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原来这是骑山派 记载武功秘籍的地方 这个应该是 关于天思定学的记载 既然有武功的记载 那就应该 有解学的方法 洛姑娘 你怎么了 我没事 这些是什么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些应该是解学的方法 为了防止外泄 他们用的应该是 骑山派独有的命运 那怎么办 骑山派已经没人了呀 再找找看 天守三年六月初九 有贼人闯入我派 将我派弟子屠杀殆尽 掌门寻亲子 此前对天盲事 我骑山派 哪怕只剩下一人 也要抱着血海深仇 即便我骑山派只剩下一人 即便我骑山派只剩下一人 也要抱此血海深仇 不得天庇佑 逃过自己 不抱此仇 适不为人 而 阿臣记书 熊 罗姑娘 您是不是脑不舒服 我不知道 我 罗姑娘 这样 我先扶你出去再说 来 走 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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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冷就是岐山派唯一护下来的人 说不定他能看见几时的秘密 我们必须尽快赶回京城 走 你去大理寺找小白 我掩护你 到 你快走 走 你们是何人 谁派你们来的 为何要刺杀我 说 许多 鹿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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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快去西郊树林 救敌人间 敌人 敌人间 敌大人 他怎么了 鹿姑娘心计之症犯了 不过现在已无大案 我没事 没事就好 你干吗去 找夜了 救姚桓 敌人 夜朗 恐怕你要失望了 解学方法我找到了 开门 是 是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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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为什么要杀易冷 会是谁 到底是谁 敌人杰 你冷静点 我好不容易治好了姚桓的内伤 可她却偏偏遇见了易冷 我千辛万苦 找到解决的方法 可易冷已死 齐山白再也没有活着的人了 叶冷已死 姚桓 姚桓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你让我怎么冷静 这个案子不能结 我一定要找出杀易冷的凶手 不管他是谁 不管他有什么阴谋 我都要把他找出来 师父 尽管你做了那么多错事 但你毕竟对我有恩 我就送你这一招 希望你来世 可以放下执念 做个好人 这只笛子 你从没离过神 但我也没听你吹过 今天 就让他替我陪着你吧 叶冷是被震碎全身经脉而死 杀他的人内力深厚 你我都未必是他的对手 到底是什么人 非要杀叶冷不可能 会不会跟半路截杀你的人 是同一个人 很有这个可能 按照我之前 在齐山发现的那几行血书来看 叶冷 非常有可能就是 就是齐山派唯一活下来的那个阿臣 而当年能够悄无声息 一举灭掉齐山派的 绝非泛泛之辈 你是怀疑杀叶冷的人 就是当年灭了齐山派的人 那他为什么要杀我呢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 我在这儿遇到的黑衣扰 我跟他过了一招 此人武功十分高强 如果说他就是杀叶冷的人 貌似一切就说得通了 没错 十几年前 他带人灭了齐山派 而十几年之后 他发现居然有人用天丝定穴 所以 他就悄悄地潜入 检查杜宇宙的尸体 之后 我们抓了叶冷 他便明白了 叶冷一定是齐山派的人 于是便杀人灭口 至于我 那应该是我找到了齐山派 并且发现了十几年前 那桩惨案 所以 他们要杀的 不止是我 还有骆子桑 驾 驾 驾 骆姑娘 骆姑娘 你去外面找找 小黑 八月初三 云阁坊恭候大驾 博庄主 你难得来长安一次 干吗这么着急走啊 就是啊 我此番前来 主要是想彻查 我结义弟兄长远山的死因 如今 大理寺不愿意让我多加干涉 今日 就算是我和各位告辞了 来 来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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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家的到来 我非常高兴 我就让小女舞剑一段 以祝大家久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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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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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廷儿 你疯了吗 快 难道是 是天司定穴 是天司 大家住手 不要杀害我女儿 世上 只有你霍瓜儿有女儿吗 你在杀别人家女儿的时候 可曾想过 他们的父母也会心痛 是 谁 装神弄鬼 出来 骆姑娘 霍瓜儿 你当年为了做上武林第一世家的交椅 与我齐山派签下盟约 我齐山弟子 用天司定穴 帮你在暗中除去了多少敌人 你还记得吗 之后 你怕这些不光彩的事情暴露 竟然 带了所有人 去杀了我们齐山满门 是 这件事竟然是她的 今天 这笔血债也到了该还的时候了 原来是这样的 一派胡言 是谁让你来诋毁我的 说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这个 是你当年跟我阿娘签下的盟约 你以为 你杀光了所有齐山派的人 你的罪行就没有人知道了吗 知道天网恢恢 竖儿不漏 原来你才是玄青子 那臭婆娘的孩子 想办法 我还误以为是叶冷 叶冷是你杀的 偷袭我们的也是你 现在知道 我已经来不及了 来人 过家中帝子兄弟 一个狗便给我放跑了 来人吗 想把我们一文砍尽呢 伙伴 是 你是不是要连我们都想杀了 你什么意思 知道我的秘密 还想活着出去 杀 贴了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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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女儿 要算让兔老子来 我就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肯自尽 我就放你女儿 休想 莫姑娘 我没事 放了我女儿 难道我娘没有告诉过你吗 天丝一旦入侵 除了我骑山派无人能捡 你以为 你砍断了她的天丝 就救得了她吗 放了我女儿 要不然我让你不得好死 要是想让她早点醒过来 你尽管来杀了我 莫姑娘 千错万错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跟我女儿没有关系 你杀了我 放过我女儿 就凭你一个人的性命 想敌我骑山满门的性命吗 让我骑山满门的性命 我骑山满门的性命 我骑山满门的性命 不能让我害羡 Dog 你还武忍 凭我 你说过 不让这世上的罪人 皆认罪复法 今天 我就把齐山派这桩血案 交给你了 那儿 那就是你 这上面是天丝定学的解决方法 狄大人 祝你和谢姑娘 摆头谢了 天外一年 又一年 莫姑娘 莫姑娘 在 莫姑娘 莫姑娘 你别过来 我真后悔 如果我早点知道这一切 该多好 其实夜冷的真正身份 是我表哥 当年霍波尔 带人闯进祁山牌 我阿娘知道大事不好 便把他毕生的功力 都传给了当时只有三岁的我 要让夜冷带着我躲进树林 才侥幸逃脱 可我承受不住我阿娘的命 差点连命都没了 夜冷用玄珍将我体内的内力封印 我却从此忘记了所有的事情 可最远想 本想 等我长大以后 跟他一起给我阿娘报仇 可夜冷不忍心让我受苦 于是选择了一个人复仇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找机会 可霍波尔身居简出 他这才想到杀了常远山 才能把霍波尔引入长安 却没想到 既然 夜冷不想你卷住进来 那你又何苦呢 可是那么多人因为我而死 你教我如何坦然地活着 洛姑娘 你本性善良 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谢谢你 姬大人 洛姑娘 天罗有谁天罗 黑暗最远想 再所有而稻子 或者深情双 朝野 到河边 日过 许可 取得 郭伯二 你为了铲除异己 半杀武林同道 又为了掩盖罪行 不惜害死了齐山派 上百条人命 按照大唐律法 斩立决 阿爹 你们不许杀我阿爹 阿爹 清二 阿爹犯下滔天大错 罪该万死 只要你好好活着 阿爹 就算死 也明目了 不要啊 爹 不要啊 爹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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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姑娘 霍伯二已经伏法 也算是还了你们齐山派一个公道 你九泉之下 也可以瞑目了 我会好好照顾小黑 正好去给小白做伴 你不用担心 这个地方 我以后怕是不会再来了 詞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奈何一声风雪 旧温然满天 天有有情天一朗 秋歌醉人笑 高千万人 望作一缕天 作曲 李宗盛 天让爱在茫茫茫飘 只笑一生逍遥 一体有多少 天有有情天一朗 秋歌醉人笑 高千万人 高千万人 花作一缕夜 天有有情天一朗 天有有情天一朗 北歌醉人笑 十年 十年 天有有情天一朗 北歌醉人笑 十年 天有情天一朗 有情天一江湖 天有情天一世 天有很风景 明天有情天一árias 感谢观看